复活张国荣 梅艳芳为其登台现唱 郑泽丹现场表演武术助镜 马云 何超琼等商圈名流出席捧场 港圈大佬向华强的世纪寿宴究竟有多好 2018年12月16日为了帮向华强庆祝七十大寿 向台陈兰不惜斥资千万为其准备生日宴 各路明星纷纷到场庆贺 场面简直比TVB台庆还要豪华 李连杰 曾志伟 徐克等港圈大佬进出到场 就连于向华强四十年水火不容的红金宝都破冰来到了现场 晚宴的玄职不仅能招待2000名贵宾还能容纳现场的100多位记者 更是设置了红毯见面会和拍照环节 光是红毯两侧用于拍照的LED屏幕就超过了50万美金 场面不输任何一节颁奖典礼 收演开始之后如今鲜少露面的徐晓凤再次登台为向华强现唱 一向难开金口的顾天乐竟然也十分难得地唱了一首 韩磊更是将自己的帝王之音献给了向华强 50多岁的甄子丹挥拳助兴只为博大佬一笑 大导演徐克则是直接沦为配乐 为甄子丹扮唱了一首《男儿当自强》 而当天在红看开演唱会的刘德华 也在工作结束之后火速赶到现场 还为向华强演唱了一首祝福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华仔登台时 关志林与刘嘉玲还展开了一场深微睁眼 彼时两人都身着深微礼服露面 刘德华演唱时刘嘉玲主动上台献花 收获了华仔的下跪拥抱 而有意思的是就在刘嘉玲下台之后不久 关志林也拿着鲜花登场 一番举动意味深长 毕竟就在两年之前 关志林还因为不满前夫陈泰明与刘嘉玲一起爬山 闹得离婚收场 莫名其妙给刘嘉玲扣上了破坏闺蜜婚姻的帽子 此后两人也一度形同陌路 明星们在现场争其斗艳 也让这场宴会热闹非凡 不过当晚最引人注意的 还是被复活的几位已故巨星 为了给向华强庆生 向台不惜斥巨资 请来了VR复原技术团队 让张国荣、梅艳芳、邓丽君再次登台现唱 只见张国荣在灯光中缓缓现身 依旧风采不见当年 邓丽君则出场现唱了一首经典的甜蜜蜜 梅艳芳一席红裙热闹无比 为向华强带来一首祝寿歌 为了这场寿宴向台不仅耗资巨大 请来的明星也都非负其贵 然而这场寿宴看似豪食无比 却也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遗憾 向华强七十大寿时 向台为他请来了半个娱乐圈助兴 然而在一众明星当中 却有四位明星不给面子拒绝出席 他们都是谁 其中又有何隐情 第一位没有到场的 便是因为岛州运动与向家闹得水火不容的周星驰 2014年 一则名为为何这么多人黑周星驰的文章爆火网络 将周星驰与向家推上风口浪尖 文章中从周星驰出道走红 到与向华强之间的恩怨 以及他后来所遭受的不公平事件 都披露得清清楚楚 然而这篇文章却引发了向台的不满 于是他果断出面反击 挑起了一场岛州运动 他指责周星驰欠钱不还 忘恩负义 还从自家偷走八瓶名贵红酒 而在向台的带头之下 众多业内的电影人也纷纷站队 指责周星驰人品有亏 这场岛州运动闹得轰轰烈烈 也导致周星驰公司的员工大量出走 濒临倒闭 从此周星驰与向家也逐渐视同水火 因此向华强七十大寿时 周星驰没有到场 也是情理之中 而除了周星驰之外 张博之也一度因为与向家的矛盾 被视为忘恩负义 当年张博之拍摄喜剧之王一炮而红 为了捧他 向台不仅亲自当了他的经纪人 还将他收为自己的干女儿 然而几年之后 向华强与向台却突然统一口径 要是对张博之永不录用 向台还不惜将张博之 抹黑成了张口谎话的精神病人 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 据说是因为张博之在拍戏时不敬业 当年张博之与刘德华合作电影 忘不了时 在片场电话不断 导致刘德华的镜头被NJ了60多次 彼时有向台照拂 圈内明星只能选择隐忍 可没想到的是 张博之非但不收敛 反而还愈加过分 2014年 向台为了力捧亲儿子向左出道 特地请来圈内大咖 制作电影《风神传奇》 连李连杰都被请来给向左作配 然而在开拍时 原本饰演逻战一角的张博之 却突然在片场大发牢骚 不仅大骂工作人员 还表示自己对片仇不满 于是这样的举动也彻底惹怒了向华强 而除了与向家闹掰的张博之 与周星驰之外 周润发的缺席也令媒体意外不已 因为就在向华强受宴几天前 周润发还被拍到在香港的饭店用餐 因此他的缺席也一度被认为是与向华强心生嫌隙 不过好在事后向台出面替周润发解释 表示周润发之所以不来 是因为家中确实有事 而且也早已和向华强打好了招呼 周润发一向不喜欢这样的场合 没来参加也情有可原 不过另一位大佬的缺席 却直接牵出一桩陈念恩怨 同样都是叱咤港圈的大佬 成龙与向华强竟然至今都没有一张合照 两人之间的关系也不言而喻 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 据说是因为梅艳芳三十岁生日时 姗姗来迟的成龙被向华强当众责难 这才导致两人长达几十年的恩怨 不过两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彼时成龙因对帮派等黑势力不满 还曾带头请求严惩帮会势力 而对于曾是新沿岸龙头的向华强 成龙也屡次在采访中对其有意无意的点名 殊不知向家早就转型电影业 鲜少在过问江湖市 向华强对成龙的一时嘴快也心怀不满 因此两人虽然身在同一个圈子里 多年来却并无交集 成龙缺习向华强大寿也是情理之中 不过向华强的老对头们虽然纷纷缺席 但一个人的出现却差点砸了他的场子 向华强豪至五百万只为听他唱歌 结果向华强却将自己给陪了进去 这一幕发生在港圈大佬向华强的寿宴现场 彼时向太豪至千金为他操办大寿 一众港圈名流纷纷到场庆贺 向太甚至不惜赤资千万将张国荣和梅艳芳复活 为其献唱 然而肖静腾的出现却不亚于砸场子 而罪魁祸首正是因为他的那张脸 其实两人的缘分同样始于向华强的寿宴 2013年向华强与李连杰一起创办了一台慈善晚会 这场晚会有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帮向华强庆祝65岁大寿 第二个就是为李连杰创办的一基金筹集善款 彼时肖静腾作为现场的嘉宾被邀请现场 没想到当看到肖静腾一登台 向太就忍不住对身边人产生了质疑 而面对这样的状况向华强也同样哭笑不得 他也实在没想到同样在娱乐圈中 竟然有一个人能比自己儿子长得更像自己 于是为了扫清误会 向华强主动邀请肖静腾出面演唱 而且好奇表示肖静腾每唱一首歌 自己就捐出一百万给一基金 而在此之后 向太看肖静腾也是越看越喜欢 再加上肖静腾长相与向家父子实在相似 于是为了扫清媒体一律 就直接将肖静腾认为干儿子 仅凭长相就获得向家保驾护航 肖静腾在圈内的地位和资源也直线上升 最后每当肖静腾去香港演出 向华强都会亲自捧场 还会专门为他拉赞助 而作为干儿子的肖静腾 对向华强也是格外孝顺 重要场合从不缺席 还成了在向左婚礼上 唯一一位现场助唱的嘉宾 如今这门亲事也成了娱乐圈的一桩美谈 肖静腾更是在后来 一手操办了向华强的72岁大寿 向华强更是放狠话 如果肖静腾要在香港定居 自己会给他盖栋楼 能收获一位如此孝顺的干儿子 只能说向华强的500万 花得的确很值